朱婷旭约瓦吉福银行,四大外援全部留队,朱婷大战金软景期待吗? 北京时间6月21号,球迷一直非常关心的朱婷的签约问题,终于有结果了,今日土耳其豪门俱乐部瓦吉福银行,在官方社交平台宣布续约上赛季全部四名外援,朱婷、斯洛特耶斯、拉西奇以及罗宾逊 朱婷将继续在自己的刘洋生涯,有望继续创造辉煌。 上个赛季朱婷率领瓦吉福银行轻松兑现了教练古德蒂本赛季要夺得全部四个冠军目标,实现单赛季土超俱乐部全满贯。 并且朱婷上个赛季看下了229分,厂均的分达到19分,它是瓦吉福银行无人能撼动的进攻核心,如今再次完成签约,相信它还会继续帮助瓦吉福银行完成未免的。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瓦吉福银行的老对手伊萨巴西女排也是签下了韩国球星级软景,而他们的目的也是要阻击瓦吉福银行。 上个赛季瓦吉福银行拿下了四个冠军也是刺激到了伊萨巴西女排,原先球队中就有拉尔森和博斯科维奇两大主攻手,如今加上金软景,让他们的进攻火力更加强。 金软景 中国女排和韩国女排也是老对手,朱婷和金软景的对决也是非常有看点,并且金软景也是朱婷的偶像。 上个赛季金软景也是加盟了上海女排,但是在决赛中他率领的上海女排最终西败天津女排,在和天津女排李盈莹的对决中,最终也是输给了李盈莹。 金软景也曾表示,和李盈莹对决就像和朱婷对决一样。 朱婷和金软景 如今两人终于可以在国际赛场上了正式碰面对决了,球迷也是非常期待朱婷和偶像金软景之间的直接对轰,看看到底谁更厉害,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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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